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邱逸宜 欢迎收看台湾广场 最近有个很夯的名词叫做小确幸 去年在电视广告上播出 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连行政院长江一华都公开表示 政府应该努力创造民众的小确幸 但是我们要问 人民要的只是小确幸吗? 什么是小确幸?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认为 小确幸就是一种在生活中 可以碰到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感 电视广告里面 则细数了台湾民众的十大小确幸 比如说意外的小财 享用美食 家人团聚 睡到自然醒 朋友的问候关心 与好友出游旅行 看好书 听好音乐 看好电影 与好久不见的朋友 把酒言欢 买到物超所值的东西 甚至泡个热水澡 消除疲劳 这一些在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获得心灵调剂 让我们换个角度看看自己的生活 从小事情里面 寻找幸福感 但是台湾人民 现在却连追求小确幸都有困难 想吃美食 要担心食安的问题 家人要团聚 跟好朋友出游 却遇上e-tech 高铁 台铁 平平出包 想睡到自然醒 又被房贷压得根本睡不着 想买到物超所值的东西 却发现物价不断的飙涨 江仪化院长高喊 要给人民小确幸 却不知道人民对政府 已经极度不满 连小确幸都成为奢侈的想法 有网友直接制作影片批评 如果人人都有地保可以住 如果薪水是60k 而不是22k 谁还会在乎小确幸 政府官员根本搞错重点 政府现在应该做的事 不是创造小确幸 而是该怎么创造人民的大幸福 专心把经济 房价 物价 食安等问题做好 不要只想着争权夺利 反而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难过 这两年 日本也已经开始反思 小确幸是否只会造成 关心个人小幸福 而忽略社会整体大幸福 甚至担心年轻人 会慢慢地失去斗志跟进取心 然而江仪化院长 却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提倡小确幸 实在是看不出这个政府 有创造人民大幸福的决心与意志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